首先一个我们说从地理角度来讲 英国是个岛国 英伦三岛嘛 孤选海外 那么这个岛国的地理特征就决定了 它和欧洲的大陆国家完全不同 你看在那个大河海时代 英国很快就发达起来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它是岛国 它不用担心邻国呀 入侵它 它有天然平常英吉利海峡 我们也知道没有英吉利海峡 可能希特勒早就把英国拿下了 就它不用担心邻国 借助陆地来入侵的 同时呢 它又跟其他国家没有陆地接触 那好 那它也没有那野心 我通过陆地去占你国家 所以既不担心你来供我 我也没有那个想法一定要供你 所以英国跟欧洲大陆的 这种孤圈海外的关系特别明显 这使它在航海时代 一向的优势强大了 它是以大海为中心的 所以这是岛国意识 就我和你不一样 我跟你欧洲大陆是两个事 我有我的目标 你看你的我干我的 这是地理决定的 第二个历史决定的 在历史上英国呢 心无旁骛的在大河海时代 试图扩展自己势力 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 号称日不落帝国 那么英国就觉得呢 我这是世界级国家 五湖四海到处都有我的领土 所以这历史原因也决定呢 当英国在世界各地 拓展自己势力范围的时候 它并没有那野心 一定要在欧洲大陆怎么地 那么只要你欧洲大陆 不做出对我利益有损的事就可以 所以英国呢 对欧洲大陆奉行的叫均衡外交 就你们我谁也不得罪 你们之间有啥事我也不掺和 这就跟过去英法百年战争时期 那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英国整体奉行的政策呢 叫光荣孤立 就我跟你欧洲大陆 我是孤立出来的 我认为这很光荣 这是我的骄傲 这是我英国绅士的精神 所以这是它历史原因 历史和地理双重原因决定了 英国我和你们不一样 再另外一点 就我们前面说的和美国的关系 这个和美国的关系 英国和美国走得太近 在出兵阿波汉和伊拉克立场上 英国坚决地站在美国一边 所以英美关系在最近的 二十几年急速升温 因为到欧盟和美国在各个方面政见不一致的时候 往往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 它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所以和美国的关系也决定了 就是英国和欧盟之间的一种关系 若即若离 因为从历史情感各方面来讲 英国和美国更近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这四点呢 是历史上决定了 欧盟和英国之间 并不那么和气 若即若离这种关系 那么现在来看呢 为什么英国要闹出说要公投 要脱离欧盟 因为现在英国和欧盟之间 好多利益诉求上出现了很大反差